第一个今天所学的是 是属习对不对 属习包括两个 一个是属 有数字的属 属出不属入 那有人问说 这个呼吸要不要等长 你怎么知道等长好厉害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就是你自然就好 那你有时候会发现 自己会忽快忽慢 这是正常的 就像我们会看到 有时候会长短角 有大部分的人都长短角 我们这左边跟右边没有一致 你的脸有长一样吗 其实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其实大部分的人 都是大小眼 呼吸也是这样子 就是它会随你的状况 有时候我们去 如果像那个 有的人有高血压 或者是心脏病 他要测他自己的血压 你会发现早上跟晚上也不一样 心跳早上晚上也不一样 这是很正常的 就是我们的每一刻都不一样 所以是长是短 也没有关系 你就是观察而已 你是借由呼吸来 观察自己的心的运作的过程 就是去观察它 不要去管那个呼吸怎么样 呼吸就是自然而已 那呼吸不顺 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注意到它 你越在意它 它就越不自然 越不自然它就会出现了毛病 所以这是 刚才大概简单回答所有的 第二个呢 有的人打坐啊 就开始晚上多梦 然后他又要串联前世今生 有可能哦 但是呢 不用去 想说他到底在连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本来就有很多 各式各样的妄想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那同时你的日 有可能是十年前的日嘛 他只要我们经历过的事情 他都会 都会在我们的心里有痕迹 叫做虔诚 虔诚是虚妄的啊 但是我们在专注的时候 我们在看的是我们自己的心 心有本体的亲近 我们的心本来就是亲近的哦 但是呢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妄念在里面 有生灭的尘在里面嘛 所以你也会看到它 它是亲近的本体 但是不妨碍有这一些 作用 有生灭的作用 我们都有经历过 人是十地物 各式各样的事情 这些事情 你不用抹杀它 它就是曾经发生过啊 但是它不妨碍你现在的亲近 我们的心本来就 是没有受染污的 只是我们会用自己的 这些发生的事情来 帮自己做评价 那我们就记得呢 现在禅修的瞬间 人命在呼吸间 在呼吸这件事情上 大家都是平等的啦 你只要能呼吸 你就要知道 我现在要起的是一个观 什么样观 关自己的心 就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方法 慢慢慢慢的去 去观察自己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是什么反应 所以不要控制呼吸啊 就不要控制呼吸 记得啊 好 但是我们现在呢 今天学到的这个 回去接下来就要开始用了嘛 那甚至于刚才师傅所说的 就是其实它不限于做 做的时候可以专心修 但是平常在动的时候 你也可以观察你自己 在动的时候 那个心还是在啊 所以这是 平常动中就是借静练心 好 两个哦 那我们要记录 要记录什么 你不要写 一小时以上 每天都一小时以上 因为我随时都在修 这个 这个你就不用 这个我们知道 这是我的目标 我们希望可以功夫成片 但是呢 我们先以静终修的时间 就是你专门 特别为了禅修 的这个专修的方法 你把它特别拨出一个时间来练习 好那有人说 师傅我功课很多呢 又要诵经又要什么 可不可以取消不可以哦 你不可以取消送经来修禅修 我们可以增加 但是你不要增加太多 你就在什么 送完经之后 你再多10分钟 15分钟 静下来 你会修得更好 好你前面所送的经 他会帮助你进入禅定 没有障碍 前面是有念的修 后面就归于无念 那这个就是多一点点时间就好了 好 这样了解吗 还有早上起来 还没有刷牙前 你先修也可以 但是你不要吓到你的同房的 这位在干什么 这个就是早上起来在 我都还没有活动的时候呢 可以利用那个清静的时间 就像师傅们做早课这样子 我们就是所有白天的活动都还没开始 那我就先给自己一个安静的时间 睡觉之前的修可以清理一整天的垃圾 所以会好睡 睡起来的修 可以一切自觉 让我们一整天头脑清除 所以早上修很好 他可以帮助我们一整天都养成正面 晚上修很好 让我们怎样 睡前可以把今天的事情 今日是今日必 不要带到梦中 不要把烦恼带到明天 那也说 师傅 那我越修精神越好 怎么办 越修精神越好 是好事 但是不能变成说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亢奋当成是修行 那个兴奋跟修行不太一样 其实你修得好是会修到什么时候 什么状态就是 你要静坐的时候你可以马上就很安静 即使怎么烦怎么忙怎么累你就会瞬间就安静下来了 像充电一样 然后呢你要下座要开始要睡觉就马上可以睡觉 要起床就马上可以起床 就是你的那个适应的状态呢 新的转换的时间变短了 而不是一直都不睡或一直都在昏沉 或者是一直都在妄想或一直都在无念 不是 他是在转换的过程当中 你的心是自在的 就像刚才讲的 你要让他想 他也想得出来会有灵感 你看我们 是不是就是有时候会想说 要怎么去讲表达 你会想不出来 或者是我要做什么事我计划不出来 没有那个灵感没有那个智慧 那心的用就不好用 所以我们现在是让自己的心摄用归体 平常是在杂乱的状态当中 先让自己的心可以收摄 不要挂碍 不要杂念 不要妄念 不要想那么多 乱想一通停 就是这个叫做止 但是你如果能够止 你就能够很好的观 如果止到后来你只会发呆 那不对 你的心没有办法起作用 所以静中是养成 动中是磨练 你看你动的时候 能不能够周全 能不能够面面俱到 因为这是你的心 有没有细跟缘 维细到周缘 所以心的训练是 你不管现在人在哪里 他都在当下 所以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 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 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 该起来工作的时候就工作 他不会在那边 工作的时候想休息 休息的时候想工作 他这个叫做不安住 那你如果能够训练自己 每一个呼吸的当下 就是这个样子 我可以静 我就让自己一念不深 不要烦恼 那我现在人来了 我要赶快忙了 在忙的时候 你也不要说 你打扰我的清静 我要好不容易 终于要来修禅定的 你又吵我 不会就不容易起烦恼 而且反应可以 很自在 这样了解吗 所以禅修其实 他不是局限于 一定要在某一种时空 禅者佛之心 随时都在修心啊 那只是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个 提醒说 我要修行 所以希望大家呢 第一 这个是我们的 修行的入门 也不是 入门 因为他是 既是入门 但是他又可以 非常深刻的 他不是只是 放松而已哦 因为我们在训练的是 能观的心 没有挂碍 没有挂碍 能观的心保持觉知 无主讲 无主大师啊 他讲 如果你的这个心 能够 当下 见性 当下见性 纵使 轮刀上阵 亦得见之 什么意思 就是 你即使在打仗 敌人都在眼前 敌人都在眼前 你要进去冲啊 杀你也是 见性的哦 不会因为说 不行 我现在很忙 我先不要修 放下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曾经修行 修得很好 结果中间因为 养儿育女 要发展事业 拼经济 各式各样的 琐碎的事情 把自己的修行 放到一边 哇 你现在又要重新在 捡回以前 你会觉得很懊恼 那我这段时间 好像没有在修 其实不会 你曾经修行过 你的那个善根 那个灵性都在 只是你没有用 一种 修行的形式 在进行这件事情 你做的这些世间法呢 你现在在 修行的 心的位置上呢 它就会 把以前 你累积过来的 所有善根福的因缘 全部 通通都会整 你不可以把自己的生命 切割的啦 所以要对自己修行 有信心 为时不晚 即使你五十节以来 都是轮回又轮回 造业又造业 没有关系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这件事情 可以发生在 所有的人身上 但是你得相信他 你要相信他 好 依据这个相信呢 诸佛菩萨 以大悲心为体 因大悲心 而发菩提心 因菩提心 而成 等正觉 所以 慈悲心 很重要 慈悲心是菩提心的前方辩 那慈悲心呢 什么时候要起呢 每天都要有机会 让慈悲心 发起作用 叫做大悲心为体嘛 那你怎么修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最后一支箱要介绍的 慈心观 慈心观 来大家先看 慈悲观 有三种修法 目前比较流行的 有三种 第一就是 如果我们有困扰 有人际关系的困扰 有冤 有轻 有人呢 让自己很痛苦 很烦恼 那你就专门修 解冤事结 叫做七周缘慈 因为呢 他会把我们 所有的冤亲关系 都把它分类 分成上冤 中冤 下冤 上亲 中亲 下亲 还有非亲非故 的中间人 然后我们用功德 回向的方式 专款专用 我现在修的 所有的法门 我回向给你 希望呢 我们就不要再 结二元 这叫七周缘慈 非常非常有效 那 如果大家对这个 有兴趣 你要来参加 礼拜三 的禅修班 礼拜三的禅修班里面呢 那个观行讲义的课啊 就是照着上面上的 那上面就有内容 那你自己在家呢 照念也可以 照念也可以 很有效 但是呢 你不用把那些冤啊 全部列出名字 这样太多 你会念电话簿 所以呢 所以不是要 冤有头再有主的那种修法 你要 你要真的把心量 广大 让自己冤情平等 但是呢 人难免 都是心里面 有很多的 结 需要 好像特别去 做一个道歉 做一个回向 做一个化解 你才会觉得 是有效果的 这是七周圆词 详情 请洽 周三的班 好 第二种呢 就是心量广大 心量广大到菩萨 叫做四无量心 慈 悲 喜 舍 这四无量心 他也有一个修法 词无量 悲无量 喜无量 舍无量 这是四个 无量的方向 这是四无量心 详情也请洽 周三的课程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他是出自于南传 的藏经里面的 慈心禅 慈经 慈悲经 这是第三个 这个是我们比较少 去做 涉略的 那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其实慈悲心是一样 只是 你的心量 的大跟小 而决定他是 小胜还是大胜 不要听到他是 小胜 你就觉得 哦 那么小 也不要觉得呢 自己是修大胜 你就觉得 很了不起 很伟大 心没有大小 只是你怎么去 用他 好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慈悲经 慈悲经呢 如果我们每天啊 早上到 晚上 你有时间 你就念一遍 这念一遍只有 一分钟 好 早上念一遍 晚上念一遍 中午念一遍 有时间你就念一遍 你把这个带在身边 他非常非常的好用 因为这是佛陀教 比丘 改变 关系 的一部经 那源头 就是因为有一次 结下安居 我们明天呢 僧团就要进入 下安居 农历 的四月十五号 到 七月十五号 这三个月 三个月期间 都是每年的僧团啊 都在这个时候会去找一个地方 安居 就是不在外面 游走 也不用出去脱波 就是大众呢 来护持 师父们 在固定的地方 每天在那个地方 结集在那里 修行 叫安居嘛 那有一年呢 这个比丘们 就有一团比丘 他就选了一个树林 这个树林 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所以他们就去报告了佛陀 佛陀说 嗯 这是很适合你们在这一次 结下安居的时候 安居的会所 这个处所非常的适合 会有很多人 修了之后会成就 嗯 所以这比丘们呢 就很高兴啊 跟佛陀禀报之后 就住下来了 可是呢 真的安居之后发现 哇 怎么状况百出 要嘛就是看到鬼 要嘛就是在坐的时候呢 奇怪怎么会有奇怪的臭味 而且那个臭味 不知道哪里来的 那有的呢 又会听到很奇怪的声音 所以就不安宁啊 那大家呢就在想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去报告佛陀 那佛陀当然知道啊 他说怎么样 这个环境是很好 可是你忘记啊 去照顾到当地的居民 树只要啊 有一定的高度 30公分以上的树啊 就有鬼神 把他当房子在住 那原来这个树林 在你们还没来之前 人家都住得好好的 里面的环境很好 那表示这里面的神灵啊 也都很 很善心 然后呢 你们来啊 刚开始他们其实也很开心 但是因为很恭敬法师啊 所以呢 只要这棵树底下啊 法师不是都住在树下吗 这树底下呢 有法师在残坐 那上面的精灵啊 神灵啊 通通都赶快下来说 我们不敢站在师父的头上 所以就在旁边合掌 然后等到这个师父们 休息了 他们才敢再回到 他们自己住的地方 所以变饶民 就是 这师父们又太用功 晚上都没在睡的 所以就有点烦恼 那烦恼 他们又不敢怎样 不敢伤害法师啊 所以就想说 让师父们怎样 知难而退 所以就去制造一些 奇怪的声音啊 影像啊 臭味啊 让法师们呢 好像觉得这里没有那么好 就慢慢的就 可能就会离开了啦 这是那个当地的居民 的想法 那佛陀就说 你看 你们都不知道哦 人家有次这样想 也不敢讲 对不对 扰民也不知道 那怎么办 那报告佛陀 我们是不是不适合住在这里 适合 只是你们再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的用功能 你就多送一部经 把你所有修行的功德 回向 给一切众生 结果呢 佛陀口授了这部经之后 回去啊 他们就开始照念啊 这些精灵鬼神啊 得到法师们的祝福之后 他们发现 我家怎么变那么漂亮 然后我的身体 怎么变那么亮亮的 被回向了 所以他们就觉得 哎呦这些师父们啊 他们把功德回向给我们 好棒哦 我们好感恩 也很希望师父 不要离开 那为了不要让师父们离开 他们就自己 组成那个防卫队 护持师父们修行 这样了解吗 所以呢 这个慈悲心啊 是的确是 你有那个善心 你有那个诚意啊 当地的居民是会感受到的 不只是人会感受到 你的改变 你的善念 那鬼神啊 是最灵感的 他不会看你的表情嘛 他直接看你的心啊 人还可以伪装 还有一个假脸 可是呢 鬼神直接读你的心 你的心一直不断的起慈悲的念头 所有的敌人都会化解 好 所以我们一起念一遍哦 你看这个慈经啊 看他的整个重点就是什么 这种重点叫做 愿我无敌意 无危险 有没有 无敌意 什么叫无敌意 没有烦恼 你就不会有敌意呀 你的心 没有敌意 什么意思 我们碰到任何人 就没有想要伤害任何人 这不是就是这样吗 可是人在什么时候会有敌意 就是你觉得你可能会被伤害 这叫防卫心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防卫心 其实我们是没有想到自己是有慈悲心的啦 没有知道说自己的自己的出现 这是带给大家福祉嘛 我今天走出门你会不会觉得说 我今天不管谁遇到 来各位你出门的时候你怎么样 今天不管谁遇到我都是好福气 你会这样想吗 你会这样想吗 不会吧 好像自己很了不起对不对 但是现在佛陀就叫你要这样想 你了解吗 我希望我的正能量 我希望我的福气 我到哪里 哪里就得到祝福 请问如果当地的人 你只要去那个地方 你都带给这个地方好福气 请问当地的人 当然就是 哇欢迎 太开心了 就像佛陀这样 佛陀去哪里大家都很欢迎 好期待 佛陀要来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希望我在出门之前 我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都希望我先有好心态 所以愿我第一个 没有敌意 没有危险 因为人喜欢怎样掠夺 你去人家家里面 看一看什么好的东西都搬走 搬回家 就是有危险 或者是呢 你看人家不顺眼 你就去骂人 跟人家结厄缘 我去公司 我们是为了去赚钱嘛 好可是呢 来的人呢 他有时候有利益的纠纷 有时候大家会相处上呢 有一些不愉快 然后就变成了 你每天要去面对这个人之前 你就先有敌意 甚至于呢 有时候啊我们的牲口意 会因为我们的敌意而产生的伤害性 叫做有危险 所以其实这边讲 无敌意无危险啊 不是说我不要遇到敌意 我不要遇到危险 而是我自己本身就不要有敌意跟危险 你就不会相感应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那个业障啊 就是奇怪你怎么那么倒霉 你好像就会遇到 遇人不俗 你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常常是因为我的心 发出了一种吸引力 去吸到那个业 所以我们要在遇到这个业之前呢 就怎样先让自己的心先调整成 不会感应到恶业的那种状态 所以这叫做持经啊 所以我们自己可以修得很好 但是我们也要带给大众祝福 带给这个地方祝福 带给这个土地 还有土地上的神灵 一切众生都希望 他们也因为我的无敌意无危险 而得到了祝福 这个叫做持经 所以整个内容呢 就是这个原则是这样 所以每天呢就念一遍 在念的时候你就慢慢念慢慢念 然后顺着这个文呢 就起观形 这一支香就叫做持心观 这样了解 所以我们现在来念一遍 来持经 愿我无敌意无危险 愿我无精神的痛苦 愿我无身体的痛苦 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的父母亲 我的导师 亲戚和朋友 我的同修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寺院的所有收成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寺院的比丘 无比丘 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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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四支聚的不施主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的护法神 在这寺院的 在这住所的 在这范围的 愿所有的护法神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 一切活着的众生 一切有形体的众生 一切有明相的众生 一切有身躯的众生 所有圣者 所有非圣者 所有天神 所有人类 所有苦到中的众生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 脱离痛苦 愿他们不失去 以正当途径 所获取的一切 愿他们依据 个人所造的因果 而受生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到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陆地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到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水中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到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空中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好 这个词经呢 你可以自己念 那也有 那个黄慧英 马来西亚的一个歌手 他有把这个词 配合一段音乐 他在音乐网路上 可以搜寻得到 那你如果觉得说 这个听起来很舒服 因为他的 他的那个音诵的 那个音乐本身 他就是词经的内容 然后有两种版本 一种就是 只有唱诵的 一种是 还有加上他的读诵 就两种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 网路上搜寻 那个 有吗 你们有吗 你们有听过吗 没有听过 那个文正他们都有听过 而我以前有放过 好 那这是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呢 我们还可以怎样 修 慈悲观 这慈悲观很简单 简单来跟大家说 我每天练习一支香的时间 但是 怎么练呢 第一 我静下来 先修属习 十分钟 修完属习之后呢 或者是我先修属习 五分钟 让自己的身心静下来 然后从 自己的心的本体啊 心 是没有念头的嘛 所以刚刚开始呢 修属习是要让杂念 可以被秉除 就不要有杂念 那练习什么 就像现在呢 与病毒共存 但是呢 我们是 与杂念 与杂染 都共存 但是它不是我们 这些烦恨呢 这些烦恼呢 都是有原因的嘛 那这些原因呢 它不妨碍我们的心的心境 只要你的这个真心跟忘心啊 你能够分得清楚 那你不会被它牵着走 你就可以转悟 若能转悟 即同如来 所以 我们要练习的是 每天让自己的心 可以回到当下 这个心很清静 很清楚 能够做主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原来呢 过去所有发生的事情 它是可以 真的就慢慢慢慢 你把它抽离出来 有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事 过不去是因为 我们就深陷在其中 而且越来越纠葛 然后也不是你能解决的 也不是你解释就能解决的 那怎么办 你继续再纠结下去 你也不会解决 你需要让自己先抽离一下 先让自己有力量 先让自己的心 准备好了 再回去解决 过去的这些恩怨情仇 你真的可以化解 但是我们得要让自己 不是让状况越来越糟糕 你会越处理 简不清理还乱 然后渊渊相报到最后呢 不是一拍即散就好 不是一刀两断就算了 这是没有办法 是不是 我们的轮回就是这样造成的 就我们用错误的方式解决 永远解决不了 然后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 所以我们一定要发愿 今天遇到了佛法 我们就要发愿 让自己的轮回 在这一生终结 你要发这个愿 你修的这些法 都可以用得到 要不然人生真的太痛苦 太多难解的问题 不是你痛苦 是你看到很多难解的问题 你不一定是你自己很痛苦 你更不会痛苦啊 我们基本上有福报的人 不太容易觉得什么人生是苦啦 但是呢 如果你是菩萨 就会有很多的痛苦被你看见 好 所以 发心修行 是对这个世界的祝福 也发愿 要让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发菩提心 找到回家的路 他才不会一直 没有终其的 在这个事情上 一直不断的重复又重复 烦恼又烦恼 所以呢 这个是 我们自己在修慈悲心的时候啊 第一 修属习 让自己抽离 这个纠结 混乱的环境 让自己的心 有一个 比较可以 重整 充电 然后养精蓄锐 整装待发 的时空 每天给自己这样 充电 就像你的手机 没电了要怎样 就充电 那每天要充电 但是呢 如果充电啊 我们知道那个手机如果一直插着电 他的电没有拿去用 久了他会衰竭 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哦 如果你有了很多的电 可是你都没有放电 你的心都是废掉了啦 你只有拿来自己用够了嘛 如果你要自立 你不需要充那么多电 但是菩萨很厉害 就是他用这种 广度一切众生的方式 让自己的那个 电容量无限放大 因为他需要这么多电 那我们 诶 度众生呢 度一个两个 然后就发现没电了 那怎么办 赶快回来 赶快认真 再多送几布经 然后再多用功 再多打坐 再多修禅定 然后再出去 一下子又没电了 赶快再回来 再续电 所以呢 回向你回向的越多 回向的越广大 你的心啊 就会开发 无量无边的潜能 慈悲心的修行 是诸佛菩萨 以大悲心为体的修行 所以你要回向到 无量的众生 每天要记得回向 不要说 他们又不是我的谁 我为什么要给他回向 那你就慢慢去想 我为什么那么老婆心切 我不需要那么鸡婆 我自己修都不够用了 我还要回向给他们 好 你看 这就是小气啊 小气巴拉 你这么小气 你到最后你的心就废了 所以我们呢 练习 每天就是祝福一切大众 有的人呢 就是懒惰回向 今天啊 没关系啦 简单就写 一切众生就好了 是不是 你也要在做回向的时候 你就是在修慈悲观 所以为什么七周原词 他会叫我们要修七遍 你要想七遍 而且你要很诚恳的 把你的所有的渊跟亲啊 分类 上亲 就是你的父母 长官 老师 诸佛菩萨 所有的师父们 你的长辈 这是上亲嘛 上亲要不要回向 当然要啊 中亲就是我的朋友 同事 同修 兄弟姐妹 跟我是平辈的 叫中亲 晚辈 我的学生 孩子 孙子 我的后进 还有我的弟子 我的所有的一切 云云众生 都是你的下亲 或者是我家的狗狗 这些很弱小的 所以这是下亲嘛 上亲 中亲 下亲 我们把 三禅的功德 二禅的功德 初禅的功德 各自回向 希望我们的功德 可以 像礼物一样 送给 大家 让他们也 能够 离苦得乐 发菩提心 可是上亲 有烦恼啊 他的烦恼就是什么 上冤 不是你的冤家里面的长辈 我知道 长辈就是我的冤家 不是 师父是我的冤家 不是 上冤 是跟你的上亲结冤 的 那个冤家 叫做上冤 有时候我们的父母亲 起烦恼不是因为我们嘛 是因为他有他的冤人嘛 所以我们也要把他的冤家给回向了 要不然他还是一直在烦恼你的上亲 他也不得安宁 所以 连亲 跟冤 所有的关系 通通都要回向 这就是为什么要回向给上冤 然后回向给上亲 然后回向给中冤 然后回向给中亲 回向给下冤 要回向给下亲 因为目的就是 冤亲 要平等回向 你不能只有旧 我方的亲友 然后呢 敌人 你不救 他会来 来障碍我们嘛 所以冤跟亲都要化解 叫解冤是解 你要相信你是可以的 因为 佛陀讲 众生无边是愿度 就可以 广度 就可以成就无上的佛道 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是有能量 去回向的 你不要小看说 师父 我只有念一个心经 这样够吗 你看刚才念 词经比心经还短 够不够 够 你只要有心就够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就每天就 做完词经 念完词经 然后回向 回向了之后呢 有时间你就念一下 有时间就念一下 甚至于呢 你到任何一个环境啊 你有机会啊 虽然 有时候我们在高速公路啊 开车开车开车 然后就一台猪就过去 有没有 那可不可以回向一下 好回向 愿我无敌无危险 回向给 这是可怜的啊 虽然我现在不吃你的 可是呢 那你会不会去我要去的餐厅啊 有可能 这个 也是要回向一下 这有缘嘛 在高速公路上竟然还会遇到 是不是有缘 所以要不然 你早不遇晚不遇 所以就偏偏这时候被你遇到 那一车猪也是有福报 还有遇到有人在他要走之前 还有给他一点功德 所以 这个就是 就是一个随缘 那所以呢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你要把这一段背起来啊 要不然你说 我想要回向给 可是不好意思 我今天没有带课本 那怎么办 那你回向 你没有办法回向你的回向 回向什么 你就愿我所有的功德 回向给你 我今天的修行功德 回向给你 愿你离苦得乐 这样总行吧 所以你即使是没有念好 没有念正确 无敌意无危险 然后后面都忘记 你还是可以 回向了解吗 所以重点是什么 起慈悲心 这个就是你最好的养你自己的心 让你的心越来越有力量 越来越有力量 这样的方法 这叫做祝福法 我们不要每次都是只有生日才要唱歌给人家祝福 你每天每天都可以祝福一切的众生 一切的大众 那有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又打电话给那个人说我都有回向给你嘛 你也不需要这样子就是你起一个念头 整个法界都在你回向的心当中 所以这很好用 你回向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 你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散发出完全不一样的气质 以前就是人家看了就讨厌 现在 很奇怪你会发现 怎么大家都这么喜欢我 而且不是那种自我感良好的那种 是真的你到哪里呢 你这个人缘很明显 在每个地方呢 任何一个地方啊你到了 连当地的树啊 草啊 花啊 都会为你盛开 你仔细去观察 有啊有的人说 师傅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一坐下来 这个餐厅就这么多人 很好 正向思维 很重要 这很重要 的确是这样 这个世界需要太多 的慈悲跟祝福 啊 太不够了 所以我们要多一点 大家多发心 不管你在哪里 不管你学习的 程度是多少 你哪怕你只愿意 起一个念头 你也没办法表达的很好 你都要做这个工作 好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呢 讲到这个慈悲观 来 最后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很多问题吗 新参法师那里有问题吗 好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等一下 就是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上线 怎么去登记 或者是你还没有加群组 我们连在那个 微信 我们都有创一个 可以回向的群 大家试试看 用用看 那公布在哪里 我们就是有一个这个叫做 任言经种子教师的群 群 LINE也有 微信也有 然后大家加进来之后呢 有一些问题 可以 在上面提问 然后有些讯息 师傅会陆陆续续把一些相关的资料给大众 那其实都是希望大家可以 把法学好 然后为 自己的法生会命 也为这个世界能够多一点的带动 那基本上呢 那我们进入这个苗董 楞严的 教团 这个我们的这个团 教师团 的部分我们会分成七组 这七组里面呢 有人是可以协助 一些事务的 那我们就大家分工 才不会让师傅 那个指导法师们 有时候的工作量太多 顾不了大家 所以呢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编组就是五人一组 五人一组 那你如果呢愿意的话 你帮忙师傅这个忙 因为我们一组里面大概有三十到五十人 那你如果法师每天就要去看说哦你们现在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 就是每天就忙着看你们的 的讯息就忙不完了 所以如果呢 五人一组然后其中一个呢做组长 你就来先帮忙帮师傅们消化 很多的工作 那你就是 很简单就是 我是 小组长 那我就来看一下 师兄你今天是不是忘记回向 好 你就关心一下 那你被提醒 你不要说 我自己会回向你不要管 是不是 这个 我们就 我们会把你拉黑哦 注意 这个 恶不良记录 恶性 是不是 就是我们自己要很开心 说谢谢师兄 如果今天 如果 是建徽法师来提醒你你就知道完蛋了 你了解吗 不要让最后呢 每个学长都来跟我请职 我就让他哭了 可能说 因为我们那个 组员特别的不配合 他都是以读不回 请大家来互相配合一下 那 你如果说你们这个五个人互相有认识了 然后你都是大概什么时候会回向 那请大家呢就是 你就是看那个时间 不要一早7点就说 师兄你今天还没有回向 这个人家还没开始修 甚至还没开始醒来 一醒来就叫人家回向 这样好认真 然后中午吃饭 师兄你回向了没 那我们可不可以约定一下就是我们去 看他昨天有没有回向好吗 这样好不好 我们总是有的人真的是太忙了 他到半夜有记得回向就好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不是变成纠察队喔 而是呢 看看是不是忘记了 你就只要注意那五个编号就好 你不要管太多 管到 请问法师我看你都每天没有回向 了解吗 所以呢 这是 希望大家这样子就是互相关心 好 这样可以喔 好 今天一整天 好像也很快嘛 也没什么 好像没学到什么 就回 回家了 你看很简单啊 一点都不困难 然后你这个衣服啊 你喜欢穿这衣服你觉得很 很舒服啊 多请几套啊 我们这很便宜耶 外面很贵耶 那那是因为那个 那个厂商喔就看我们把他推广的这么好 所以呢 他说他的外面不要卖 免得呢他都卖不出去 因为我们 卖很便宜 就是原价给大家 然后他是会褪色的喔所以不要把上衣跟 跟裤子一起洗 会变成同一个颜色 上一次的那个智青他就洗成橘色 哈哈哈 他就穿着他的 橘色的禅修服 来了啊 我说你怎么变橘色 他说他没有注意一起洗 其实他的裤子不是橘色他是咖啡色 然后就洗成橘色 所以法师要注意不要等下洗成蓝色 然后呢这个是比较健康的 木棉 所以不会有那个过敏的问题 听说是这样 我没有穿过 然后还有呢就是裤子 那个裤子好像没穿 是不是很舒服吗 有吗 不要不要不要省这个钱 那如果说师傅 我真的很困难那你来跟师傅说师傅给送你没关系 就是你这穿起来比较 好打坐 比较好禅修 好 来我们要来回向了 有人在网络上问问题吗 我们先让大家下课之后 我们再来 再来回答 问题 先回向 因为那个张世伟要去共修了 来 一样念词经 词经 愿我无敌意 无危险 愿我无精神的痛苦 愿我 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 请 请 我的同修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世院的所有修缠者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世院的 比丘 比丘尼 撒咪 撒咪尼 善男子 善女人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 自知具的不施主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的护法神 在这世院的 在这住所的 在这范围的 愿所有的护法神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 一切活着的众生 一切活着的众生 一切有形体的众生 一切有名乡的众生 一切有名乡的众生 一切有身躯的众生 所有圣者 所有非圣者 所有天神 所有人类 所有苦道中的众生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脱离痛苦 愿他们不失去 以正当途径所获取的一切 愿他们依据个人所造的因果 而受生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陆地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水中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空中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回向功德 愿此功德 众善根 累世 愿清 统詹恩 由私解脱诸苦恼 共证 菩提 度有情 因